财经好难 理财好难 股市好难 不难 你想知道的全都在 白话财经 欢迎收听由联合报 直播的联合开帕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白话财经 我是瑞璇 今年6月刚结束的 Computex展 哇好热闹喔 从这个展开展前夕 NVIDIA挥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台 它就掀起了一阵旋风 它所到之处 不管是夜市也好 不管是餐厅也好 全部都变成了美食地图 大家都疯狂追着它的美食地图走 那在它之后呢 其实包含全球知名的半导体业者 也都陆续抵达了台湾喔 像是AMD的执行长苏兹峰 然后还有就是Intel执行长 季星格全部都来到台湾了 其实讲到这个 我是觉得还蛮感动 也蛮兴奋的 因为其实Computex这个展呢 最早是在1981年的时候就开展了 那这个展其实四十多年来呢 他们在PC 也就是台湾 在PC这个最辉煌的时代里面 它曾经是全球买家的焦点 可是其实是根据我们观察 在2010年到2020年这段期间 其实PC慢慢走向了智慧型手机 在那个十年之间 其实这个展稍微变得有一点冷淡 特别是后期的时候呢 其实大陆在同一个时期 办了另外一个大展 所以其实很多国际买家 那个时候都选择去大陆 也使得那一段期间的Computex展 真的是看起来是比较冷淡的 尤其是我的小时候刚出道 在跑科技线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光看那个以前展览一管 就是当大家所有的买家 挤到这个展览一管里面来多热闹 所以就对比前几年的时候 有相对就是冷淡很多 可是今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今年其实大家如果有到现场的 整个展览 南港的展览馆里面满满都是人 国际记者也非常的多 所以其实我对于今年的Computex 还是非常的兴奋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 邀请到我们家最资深的翔哥 联合报资深专属委员监永祥 害怕科技已经跑了三十多年了 还一定对台湾的科技发展 如鼠家珍比我更有感 我们欢迎翔哥 大家好 翔哥我们想请来跟我们谈谈 今年的Computex 你看像今年代表人物就是非 NVIDIA执行长黄仁勋莫属 他到每个地方都非常的亲民 可不可以请翔哥跟我们聊聊 你眼中的黄仁勋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对他有什么样的感觉 当然现在已经是全球瞩目的焦点人物 事实上从去年的时候 他在OpenAI开启 深层式AI的浪潮之后 NVIDIA就成为世界的焦点 我记得好像去年的时候 NVIDIA的股价都在大概450到500之间的盘整 但是后来之后 因为OpenAI之后 会带动那个 那个挥达之间的 AI伺服器的那个大卖 所以造成了NVIDIA的那个财报 非常亮眼 所以股价正式突破500块 就在那个阶段 但是真正引起全球 掀起那个AI疯狂浪潮的时候 应该是在今年三月的那个 NVIDIA GTC大会当中 他正式宣布了新一代的那个 AI伺服器的架构 Breakware那个方案之后 造成全球经验 因为他的算力非常快 然后又省电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会 会让很多的那个云端服务业者 眼镜位置一亮 因为发现他说 他的解决方案 不只他的算力 满足他的算力需求之外 还可以带来他的更大的一个效益 对 那那个我记得黄文鑫在演讲当中 每次演讲都会讲一句话 买得越多 省得越多 对 这个就是一个 他想要打造AI的梦 因为AI的发展就是算力 那谁的算力 强 那谁就可以掌握这样一个 AI发展的机会 那每家Data Center 包括Google Meta Amazon Microsoft 他们都要卡位 比这个算力 对 那最好的解决方案 在当下的情况 就是即使到目前为止 那个NVIDIA的解决方案 还是最强 那黄文鑫为什么会这么强 第一个当然是市值 市值一直不断的 身价一直往上涨 真的 第二个原因是 他本身就是非常亲民 他到没到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跟一般的西游 完全不一样 而且他又 本身又具备是 台湾银的一个色彩 所以他又爱逛台湾的夜市 所以这个部分 从一般人 不了解AI的人 也都会 就会慢慢了解说 这个是什么人物 原来身价这么高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 前一次的演讲的时候 大家都还称为 他那个 造源 P1 只是造源 他NVIDIA发展了 那么久的过程当中 突破一兆元的市值 一兆美元的市值 台币一兆元的市值之后 是经过那么多年 但是他短短 大概只是花一年的时间 他的市值就从一兆多 变三兆 对啊 一年的时间 他是要花多久 所以他的魅力 当然是无穷 而且又他本身是 他是那么亲民 又爱台湾 来者不惧 你要跟他合影 要什么 他都完全来 跟你合照签名 对 最近先起疯狂的 签名照风波 所以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这么 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 他是一个非常赖死的人 对啊 对啊 我就一直觉得 黄仁勋这个人 我印象最深刻 是其实前两年 大家还没有在谈 这个黄仁勋的时候 他有一次来参加 其实是台湾游戏展 然后你知道 台湾这个台北的游戏展 通常都会到很晚 他晚上11点多 出现在那个场合的时候 大家哇塞 你知道很多 晚上大家还在那边的时候 看到黄仁勋出现 就觉得 哇 这个GPU大厂的 ZO居然这么晚会来 大家其实 我觉得电脑玩家们 应该对这个人 一直都是印象很深刻的 但我们这样谈回来 AI 就翔哥其实 您有在那个 6月2号的时候参加 还在台大这个演讲 所以我们其实很想问问看说 在这场演讲之中 黄仁勋都释放了什么样的讯息 我们要怎么去解读 他的未来AI大计 特别是他其实还有 谈到说 他其实也要来台 设立野放中心 跟第二座的超级电脑中心 这是不是都是他的AI大计的一环 对 这是黄仁勋的台大演讲 释出两个蛮重要的讯号 第一个就是 他要打 就是他提出 首度曝光 他提出他 未来要实现的一个梦想 就是他的未来的梦想 就是他觉得 他可以透过他很强的一个 数位轮身的一个技术 来打造人型机器人 这是要打造一个梦 未来人型机器人 当然可以应用在各种领域 包括陪伴聊天 还有包括医疗 还有包括智慧工厂 然后包括国防 比如说机器人 以后也许是军方就可以 使用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 就是人型机器人的时代 是他未来打造的梦 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 他还是会 不是只是卖一个晶片而已 他要怎么利用 他很强的一个 AI加速器的部分 去协助各企业 能够快速导入 导入那个AI的应用 他有分好几个架构 首先在云端伺服器的部分 他们比较着重的是 追求高算力低耗电 所以他推出了第二代的 那个Blackware的超级晶片的部分 他就一直诉求说 我提供给云端业者 你怎么让他 说服他可以买 花更多钱 继续买新一代的 那个AI加速器 然后导致有新的资料中心 他给他一个梦 就是你现在投资一块钱 一块美金 我保证你四年后 可以为你创造五块钱的收入 就是他们给 云端服务业者一个罪 就是你买他的部分 一定为你创造效益 最大的效益 那这个概念当中 其实是会有带来一个深层的影响 因为那个五大的云端服务业者 为了因为现在晶片是抢不到 要排队 他们已经开始在担心 我的货源 那个不计的话 我的开发的脚步会输给 其他业者 比如说如果Google拿到这大量的 那个新的晶片 他就输给其他对手 所以大家都想要 我要开发自己的 那个AI的加速晶片的部分 就来开发 但是云端服务业者提出 在一个新的架构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干扰作用 因为他说你用它的是 可以更省电更便宜 效率更快 那你敢保证 你开发的东西可以超过会达 对啊 这样就会习大家都去买NVIDIA 如果他开发的晶片 是效能输给NVIDIA的话 它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就是说也许你的效能 你的战率是输给其他的竞争对手 你本来想要打的如意算板 是偷鸡不早18米 它反而会增加你的负担 甚至你的成本反而增加 对了 对这个不是 不是威达所乐意看到 也不是云端服务业者 心里的盘算 到最后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未来 自主开发的晶片会成为 一定还是会走的路 但不会那么积极 所以他提出新的架构 他甚至在台大演讲当中 不惜把2025年的新的伺服器晶片 直接揭露 他下一代要做什么 采用什么规格 包括他要用资源HBM4的架构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当中 他所具备的更难度 更高的一个规范 HBM4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 目前来说 大概只有南韩两家大厂 跟美国一家大厂 可以做得出来 那未来在HBM4的时候 他就变成一个更 技术难度门槛更高的一个 一个解决方案 他这个部分 他必须要跟经验厂做合作 他很多的晶片 他把汇图记忆体 跟那个高频宽记忆体 要直接叠加在一起 所以这个部分谁来做 就是台积电来做 我们刚刚最近的新闻 是一个SK的会长直接来台湾拜会 为这家 其实就是谈这一辆的一个战略 因为他们那个NVIDIA 已经announce他2026年 2025年就要推出 新一代的Rubin的那个 一个伺服器 那这个部分的部分 台积电就必须在架构当中 去建构他的合作伙伴 他的技术架构都要开始完备 就其实像翔哥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其实我们以前都会讲说 我们在推一个新产品的时候 我们通常不会太快告诉大家说 下一个产品什么时候出来 但他今天这一次直接说 下一代就是Rubin 然后大家说 这么快这么快就讲出来了 对而且效能更强 他其实有点在 给现有的云端服务业者 自主开发晶片 做了一个很大的警示 就是说你开发的东西 有我强吗 而且我这个东西 我后面还有一堆战队在支援 你有办法建构像 我这么完整的一个AI的战队吗 我衍生说 他不是提出一个 AI factory的一个概念吗 对 就是这个伺服器的 那个重镇 就是选定在台湾 那台湾的部分就是 因为什么选定在台湾 因为台湾来说 这些伺服器的组装 晶片的制造都在台湾 那这个部分以后 他还不是只有在 那个AI伺服器的 这单纯的主机柜 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 他还包括系统整合 我说我用什么 用我自己的晶片 还要包括他的 那个快速连接的界面 包括他的那个AI软体 他是要全面把它串联起来 变成一个NVIDIA Insight的 一个整体的解决方案 他在AI的那个产业当中 他要扮演 有点类似早期 Intel在主导PC的一个规范 就是现在是由NVIDIA来 来主导这样的一个规范而已 所以他在这个生态里面 变成一个最重要的player 而且短期之内看起来 都没有人可以追上他 对 所以但是就是 所以他为了要贴近 加速他的一个产品的开发时程 以及跟台湾之间 供应链的之间的 紧密合作 所以会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包括AMD也要在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即使就是在未来 要增这个规格的主导权 相对的我们是评估 我大概走访几家业者 他们认为五年内 AMD还是很难去超越NVIDIA 拿到比较好的事战 就是能够撼动NVIDIA 在AI的一个霸权 那其实讲到这个 我其实对 我们其实可以看他 真的是一连串计划 因为包含 你看他已经告诉你 他现在有什么解决方案 然后接下来Rubin 解决方案也会出来 然后包含他后面的站队 都一起在这个地方 甚至连他的整个 就是研发中心跟电脑中心 其实都已经有很明确的plan出来了 那我们其实也想再顺便来问一下 就是周边八卦消息 其实这一次好像不是只有一个人来台湾 因为我们这次在看照片的时候 包含他太太 还有他儿子女儿都来 其实大家每次聊到他儿子 以前大家都会聊到说 他儿子以前在台湾 就是开了一个小的餐酒馆 所以其实以前还蛮多 何其全人偶尔会去他儿子的店里面 走走自我做 但后来他儿子这个店就收起来 结果再次看到他的时候 儿子跟女儿都在NVIDIA 会不会其实他已经慢慢在他的整个大际里面 就是他整个家人们也会一起进来到这个计划里面呢 当然就是他 其实这是他儿子跟女儿来 还有某种程度释放的一个讯息 就是他儿子是负责 未来AI工厂当中一个实体的机构的部分 在包括人型机器人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由他儿子在负责 他儿子目前在NVIDIA担任的部门 就是专门在推动这个部分 那其中他之前秀 黄仁星秀出了一个AIFX 里面的一个机器人的架构 就是由他儿子来来 对 目前来全力在串联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其中有一部分是在软体的整合 软体的整合 他是要透过他的叫做 Oniverse的这样一个平台当中 去把很多的NVIDIA所具备的一个技术 能够结合他的供应链当中 导入把所有的智慧制造当中 打造一个NVIDIA一个标准的一个示范领域 然后可以逐步以台湾的架构 建构一个模型 代言模型之后 来逐步去支援他全球的各领域的 那个智慧制造的一个部分 他是真的是可以由台湾一个舰队之后 可以吃全球的生意 有 因为其实就是像刚强哥有谈到这个数位卵生的部分 我觉得在整个业界里面 我觉得最清楚讲数位卵生最早 就是讲到最清楚的就是NVIDIA 然后我记得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印象中 我记得他在我的他的网站上 有看到一个数位卵生的案例 其实他讲到的是交通 就大家可能还会邮寄的 就是我们前几年的时候 发生过一个比较大的 就是台铁在出隧道的时候 因为那个砂石车下 然后就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 这个火车的事件 对 这个公安事件 可是其实在更早之前 其实NVIDIA 他就其实针对的是欧洲 我记得印象都是欧洲 他们其实有对那个 我忘记是欧洲德国还是哪个国家 他们有帮他们的铁路 有做这个数位卵生 那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他在因为欧洲有非常多的列车 在各国之间跑来跑去 那可是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欧洲很大 他在这整条的铁路上面 有时候是某些站是没有人 或是这一段路很长 但他突然如果有一颗路树倒下来 或是不能说路树 应该说因为他们有一些铁道 会经过一些森林 那这个树骑有时候就是 他真的就是因为可能被虫蛀掉 他就突然倒在这个铁轨上面 如果没有警示的话 你火车撞上去 就会跟我们这个台铁发生的 这个公安的这个交通事故是一样 所以他们很早之前 就是帮这个铁道部分 做这样类似数位卵生 他就会提供一些AI的预警跟警测 那翔哥刚刚提到 就其实在AI Factory部分 其实很多的这个工厂 可是一般人不太了解 可是其实在这个 比较大的科技制造业里面 其实越来越多 我们其实越来越少人进到工厂里面 都是这个自动化机器人在主导 那可是一定要有人坐在这个中央控制室 要来去监看这个Monitor里面 就是哪一个部分 哪一个流程 哪一个制程出问题了 那这其实后来就是 由这个整个Omniverse这个部分 它会去主导跟串联 它其实可以等比 就是这个机台长什么样子 它可以就把这个机台的 这个小小模型的这个图示 就放在你这个中控室里面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看到说 我现在制程所有机器在跑 如果哪一个机器突然出现什么问题 它的中控室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东西 其实蛮厉害的 我觉得NVIDIA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最早 就是有数位孪生解决方案 数位孪生的目的就是 从实体建构的模型当中 要把它转换成一个3D的模拟的部分 拟增 那这个如果比较难懂 消费者 就是一般读者比较难懂的部分 就是你如果把它想象成 就是你自己一个人之后 你就可以透过你现有的那个 那个数位孪生的部分 建构另外一个虚拟的人 但是它的语音啊 行为模式都跟你一模一样 但是用在可以出现在一个虚拟的情境里面 包括开会的部分 它可以透过你用跟你 那个在虚拟世界当中 呈现一模一样你 它本身具备有生神式AI的一个功能 而且它很快就可以在 比如说在 可以在一个演讲会 可以演讲 或者是演唱会 它是歌唱 所以以后也许就是 在同一个时间 张学友可以在全球开 同一个时间开不同的演唱会 张学友只要选定 他一个想要出现的场合 但是全球可以同步 同步呈现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科技的展现 也是AI未来改变人类生活的一个 我觉得比较会容易感动的一个发展 对啊 那事实上在数位孪生的部分 很多的部分 有人说比亲人的部分 你只要把亲人过去的影像资料 对对对 它可以随时可以保存这样的一个影像 你还可以跟它互动在聊天 是 甚至包括以后的包括开发人型机器人 什么之类 这都会逐步的去实现 对 就是未来 黄泉性所要打造的 人型 未来是一个机器人的时代 对啊 对啊 所以这真的 我觉得未来AI时代会超越我们现在很多想象 好那我们关心完黄泉轩之后 我们也要来关心一下 比如说苏妈 还有自信格这部分啊 然后甚至其实我也很想来问说 今年AMD跟Intel执行长都来 他们为什么今年会一起来 我好像印象中 他们好像很少一起出现 当然如果在NVIDIA主导AI的发展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要另辟蹊蹟 就是AI难道只有在云端领域才有AI吗 然后在边缘端的部分不能导入AI吗 这个就是为目前未来 Intel一直想要主导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边缘端应用 包括甚至在目前来看最普及的PC 就已经可以放入AI的功能 所以最近几年 从去年来时 那个Intel就已经推出AI PC 他在新一代的那个Ultra Ultra那个就已经导入 他们代号叫MediaLag 就已经推出AI PC 但是AI的部分还是要配合微软 他推出了Copilot的部分 那他因为他提出来 本身AI PC必须具备有一定处理的算力 比如说他的门槛 已经要处理40个top 然后你看今年推出的规格都已经往45或是50领域的tops的处理能力来看 就是他们想要认为 想要推动AIPC能够在各领域的应用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AIPC也是未来AI快速补给的一个界面 还有一点就是除了AMD跟Intel都是X86架构的 今年比较特殊的一个是Windows ARM的势力崛起 因为Windows ARM以前大概是比较聚焦在他们的那个PC的省电 因为ARM的专长是在那个大小盒的运作当中 它可以有可以节省很多的那个能耗 这个部分 可是在PC的部分大家追求的是它的那个效能表现 所以这个部分X86的部分还是占优势 那目前来看 因为那个Windows ARM的架构当中 在ARM提出了一个新的那个效能之后 它的那个算力的部分已经可以大幅提升 它又兼具到高处理运算 又可以达到省电的部分 那目前来看整个的OEM厂商认为这是一个蛮好的机会 所以资源的就是配合资源度的意愿大幅提高 那他们已经宣布高通已经宣布6月18号要率先推出可以 处理运算算力可以达到45TOPS的AI PC 这个是杀伤力蛮强的 这也就是我们在推断为什么基辛格这一次会亲自来台湾 一个关键 而且它把Intel下一世代的新的AI处理器提前在今年要第三机要上市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已经看出来 ARM的PC AI PC一定有一定的杀伤力 而且这个对Intel跟AMD的威胁是由高通来带领 对啊 特别是以前我们都觉得高通跟ARM 他们比较是从智慧型手机的应用出发 结果这两家公司在这个AI的时代里面 重新回到这个AI PC来跟这些老大哥们对干的感觉 看起来是会是三强争霸的一个局面 蛮值得期待的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在看这个三强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也不能忘记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的护国神山是其中的一个要角 因为这个他真的是为这所有人都代工这个晶片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也要请翔哥来聊一下 哇其实在Computex这个期间呢 6月4号这一天台积电他们召开了股东会 然后其实在股东会之后 我觉得应该也是台积电的一个新时代吧 因为那天之后那个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他就正式退休了 那您那天也有去采访台积电股东会吗 你在那个台积电股会现场有没有 刘德英有没有特别说什么话令国民特别的深刻啊 其实刘德英在这次的那个交棒的部分 他其实蛮坦然的 他是已经有准备 他准备就是已经心里已经准备好 而且他认为未来的接班团队会持续延续 那个创办人张仲摩所给予的那个指导原则 所以他认为这个接班未来的表现 还会持续为台积电创造价值 台积电本身在AI发展的确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AI未来的晶片发那个需求 几乎都是要追求高运算 然后低耗能 那目前能够提供这类晶片的代工 有这么大的产能 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技术能力的部分就是台积电 那尽管先前有释放说台积电现在那个 三奈米产能几乎都挤爆了 那也许可能会让某些 那个像某些AI晶片商会感受到说 万一他要不到产能怎么办 可能会另外寻求 找三星来代工 那我后来去查证了一下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AI晶片的部分 他不是只有逻辑制程而已 就是我们刚刚 它是堆叠的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他还要跟记忆体做搭配 那他做逻辑跟记忆体之间的堆叠 我们之前不是一直 那个沸沸扬扬的 COAS产能不足 事实上他的堆叠就是用COAS的架构 那除了COAS之外 未来要导入HBM4的话 他要把逻辑跟HBM4叠在一起的话 就必须要靠台积电新一代的封装技术 SOIC 这个是台积电非常强的 独有的吗 目前来看不是独有 像那个Intel三星都有能力做这个 但是GPU的生产是落在台积电 落在台积电 像那个SK海力士 他可以生产HBM4 可是他拿不到GPU的产品的规格的发展 所以他还是乖乖的要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就是万佛朝宗 所以你每个人都要来这边拜码头 大家请求台积电就是你要释放出你的开发的部分 你可以跟台积电共同研发 你才可以对接到你的未来晶片设计 可以直接在SOIC当中 可以很快速把它叠在一起 这个是晶片 因为未来的发展是有像NVIDIA MD包括Intel 他也要做某种程度的跟台积电做合作 对 所以台积电的未来能力是非常强的 所以是为什么 卫浙家那么感信誓旦旦说 他没有竞争对手 他真的没有竞争对手 是没有错 可是你知道就是大家也会有点担心 那个台海的局面 还有地人政治风险 那如果面对台海 他们是不是也有一套自己的因应策略 有啦 就是目前来说 分散产能的部分 这是台积电 台积电包括NVIDIA 还有其他的需要一些高 先机制程的客户 他们也是会担心说 万一台海发生冲突怎么办 但是所以台积电这几年 已经有选定美国 还有日本作为他那个先机制程的可能分散的据点 那目前来看 台积电似乎并没有打算把先机制程 超过超过三成以上的量移到海外 目前来看没有 所以他持续在的重心 投资重心都是在台湾 那也许有人会担心说 台湾不是只有晶片半导体在台湾 未来的伺服器组装 包括很多的AI工厂的系统整合 都由台湾出发 那你台湾的重要性会越来越高 那相对的 你是不是全球要保护台湾的积极度会更强 对 这是某些业者的认为说 台湾在这个优势其实地位越来越高 我觉得这也是跟以前已经不太一样了 但我也很好奇 就其实如果魏哲嘉上来之后 我觉得他又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已经是AI的时代来临 那除了他自己本身的话 您觉得他包含他自己在营运的带领上面 或甚至是最后接下来 就他其实也就是 他应该也开始慢慢在培养他的接班梯队 那您怎么看就是他的接班梯队的状况 这一点我有问他 这个题目是我在那个会后记者会的时候 我提出来的 他自己我还想说我才刚接班 你现在就叫我把帮子叫出去 他自己真的他是真的很幽默的人 但是他也不忌讳说 其实台积电早就已经做好接班的准备 他们认为也要朝向年轻化制度化的方向来发展 那他本身开出来 就是他的接班人要有三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诚信正直 第二个是要尊重客户 第三个就是要认同台积电的价值观 他在开玩笑说台积电本身要进入台积电的人 一定要早就已经符合这样的职格 但是目前来看他还是要建立制度化的一个接班制度 那据我所了解他们现在就是一个大概就是两个主管带一个菜鸟 方式在接手 所以他们不怕断层 就是说你只要有人离开这个工作单位 很快就有两个人来替补你 所以他一直强调说 你在台积电不要忘了你是谁 不能太骄傲 这个就是他蛮坚实的 就是你不能太骄傲 那据我所了解他他现在是又是继张中博之后 台积电第二个董事长要兼总裁的那个人选 对对对对 他是完全执政 那是不是完全执政的时期会拉多长 我认为他应该不会太长 应该是会在因为应该会在两年内会做出一个新的总裁的一个人选的决定 那现在的部分就大概就是两个两个CEO当中去跳出一个人选去脚榜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接班梯队其实应该不只有股民关心 我觉得因为台积电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你看他既是intel三线的对手 但是他也是所有就是这么大的NVIDIA 还有这么多的晶片公司 他的主要的代工者 所以其实台积电他到底接下来营运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应该不是因为第一天上任 就是这样马上说阿里的接班 不是是因为我们都真的很关心 接下来台积电的每一个布局策略跟发展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翔哥 今天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分享 然后从今年的Computex再看到整个全球的AI时代 然后甚至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护国神山 但是台积电他如何帮助这些科技大厂 可以一起来迎接这个AI时代的来临 我们今天很谢谢翔哥的分享 也感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百话财经 那我们下一次的百话财经再见咯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 更多精彩的报道请搜寻VIP.UDN.COM 联合报数位版邀请您订阅支持 What's up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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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